哈喽哈喽我是TOT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你还在用漂亮这个词来形容别人好看吗 现在基本上见到美女 我都会用一个词叫做高级 那么如何让别人夸我高级呢 我自己是有一些小心机的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从穿搭上提升你的高级感 满满干货还不收藏 提到穿衣风格我会想到的就是色调 首先在色调上一定要选择比较柔和的颜色 例如莫兰迪色系 莫兰迪色系基本上都是饱和度比较低的 比如说雾霾蓝鹅黄还有豆沙绿等等 这类低饱和度的颜色 一眼看过去会给人非常干净又舒适的感觉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穿着 荧光粉或者荧光绿的女生 即使她蛮好看的 但你也不会想到高级这个词 反而会有一点靠边俗气 第二点就是我在视频里面 无数次跟大家提到的三色原则 你身上的颜色色系千万不要超过三种 否则看起来就会非常杂乱无章 如果不想一身黑或者一身白 可以选择颜色呼应的穿法 比如说穿白T 加黑色或者深色的牛仔裤 再穿白色或浅色的球鞋 既能够体现层次 颜色又不会过乱 整身look看起来还是蛮有搭配感的 其次就是同色系的搭配 比如说今天的搭配想走蓝色系的风格 那么身上的衣服就可以选择浅蓝 裤装可以用深蓝 这种同色系的搭配 是基本上不容易出错的 反而会突出这身搭配的整体性 第三点全身的搭配一定要注意松紧结合 嘟嘟拒绝全身oversize 其实像我平时就很喜欢穿一些宽大的外套 或者是大T恤 但其实这种搭配方法经常会有一种 邋遢和廉价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嫌矮 想要穿oversize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松紧搭配 比如说下装选择的是阔腿裤 那么上装可以选择一些短的top 或者是穿稍微合身一些的衬衣 可以扎进你的裤子里 就一定要把你的腰线显露出来 第四点想要高级 你穿的衣服一定不能皱 讲真就算你长着颜值天花板一般的绒帽 但如果你穿着皱巴巴的衣服 也会降低你整个人的高级感 所以我建议每个女生家里一定要有一个挂烫机 尤其是像夏天 我们穿的衣服都比较单薄 但有一些面料可能特别容易起皱 如果你不去挂烫的话 穿在身上就真的很像行走的酸黄瓜 最后一点细节决定成败 这里的细节指的是周边的配饰和包包 像选包包这一类就是除了个人喜好之外 大小的size上面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比方说你是娇小的女生 就不太建议背那种大的帆布袋 或者是大的手提袋 因为这种大袋子的尺寸 会显得你的个头更加娇小 所以我建议个头比较娇小的女孩 选择一些斜胯包 然后尺寸不要过大 反而会显得你俏皮可爱 除了包之外就是饰品 最好在佩戴的时候选择同一个色系 比如说身上有九红色的裙子或者是上衣 那么你就可以带一个九红色的皮袋的手表 这样子颜色看起来就非常的统一 就会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OK只要你记住以上五个重点 基本上出门的穿搭就不太容易踩雷和出错了 还想看什么那种评论里面告诉我吧